抓住财富机遇 理性价值投资 大家好 我是海哥 欢迎大家进入碧学堂 今天呢 我们开始一根均线迎天下的第三讲 在前两节课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 关于是什么是均线 以及均线的种类 包括均线的形态 那么我们上节课讲到了 多头排列和空头排列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呢 就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 在多头排列当中 就是一种牛式的象征 而在空头排列的过程当中呢 这就是一种熊式的一个形态 今天呢 我们进入均线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呢 就是短期均线 中期均线和长期均线的 组合战法 我们先从短期均线 组合战法来跟大家交流 大家注意来看 关于短期均线呢 也是我们在实战过程当中 大家经常要用到的一种组合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五日 十日和三十日的组合 那么短期均线的组合呢 主要是用于观察呢 必是在短期的运行的一种趋势 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短期的运行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来看到它 短期均线组合的这样的一个 运营的一个这样的规则 以及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 注意事项呢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石盘 来跟大家做交流 大家来看 我打开的是比特币的石盘 石盘 我们来看一下啊 大家来注意看 实际上来讲呢 这就是比特币的 欧均纪度合约的日K线 那么这个日K线呢 我专门 大家注意看 我设置它的时候啊 我把它设置成了 五日十日和三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设置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吧 EMA的指标设置成 五日十日和三十 那好 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 石盘的盘面以后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盘面当中呢 出现了三条均线 那么这三条均线呢 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代替 大家看到 五日均线是这条白线 而十日均线呢 是这条黄线 三十日均线呢 是这根蓝线 那么我们注意看 往往来讲 无论是在多头排列 还在空头排列当中 五日十日三十日均线 从短期角度来看 它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在多头排列期间 大家来注意看这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呀 那么市场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单单 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起到了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大家注意看 当它离五日均线上涨 突破五日均线 离五日均线稍微远一点的时候呢 它就会回调 它就会回调 当它回调以后 大家注意看 五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 它就会形成一个支撑 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上涨呢 大家注意看上涨回踩十日均线 再上涨再回踩十日均线 再上涨回踩十日均线 再上涨回踩五日均线 看到了吗 再上涨回踩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没有踩住 看到了吧 再往下回调 三十日均线 对它形成支撑了吗 没有撑住 跌破三十日均线 那么三十日均线跌破以后 它就出现了一个 围绕三十日均线的一个档 好 反弹 再次下跌 再弹 各位 当它出现了两次反弹 都没有超过前高的话 这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了 再次出现了五日均线 跌破十日均线 同时跌破三十日均线 这个时候 各位 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参照点了 那么将预示着各方面就会转化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牛市阶段呢 我们能看到围绕着五日均线 它坐着这样一个上上下下 那么当它偏离五日均线的高度过的时候 那么五日均线和四均线 就会分别成为它的支撑线 那么每当它回踩五日均线 或者回踩十日均线的时候 各位 这实际上是每一次回踩 都是我们干嘛 都是我们加仓的聚集会 这就是短期均线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参照 就是我们抓买卖点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同样的道理 三十日均线 各位海哥在上一课 就跟大家讲到过这条线 讲到过这条线 这条蓝线实在 是招牌的运作过程当中 大家要切记的一条生命线 当它整个大趋势 在三十线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八成仓来操作 当它跌破三十日均线以后 我们也就是三成仓来操作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更直观来讲是 当跌破了这线线以后 我们要清仓在我们的市场里面 做一些短线的波段 而在三十日均上方呢 我重上来上要做这种长期的波段 这就是我们通过短期均线 我们能看到的 它的一个市场的规律 而更重要的一点 大家来注意看 大家来注意看 一般在上升通道中 五日均线应该是多方的护盘中枢 不然则上升力度就是有限的 十日均线是多头的重要的支撑线 十日均线一旦被有效击破 市场就有可能出现转弱的姿态 那么在弱势的市场里面 人体低迷时 弱势反弹的阻力 就应该是 三十日均线短中趋势 强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三十日均线如果是向上 大家看 如果三十日均线 你看到吗 我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它 我们要对仓位调整 三十日均线由上转为下 它的方向发生了一个变化的时候 同时出现了撇破三十日均线的这样的趋势 我们要刻度的仓要进行一个调整 要该清仓的清仓 该减仓的要减仓 这是我们对中一的深三日均线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的一个指标线 大家在运作的过程中 石盘运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 一定要注重这条深历线的重要性 好 我们再来看中期均线组合 那么中期均线组合呢 我们是用两根线来组合的 哪两根线呢 是三十日均线和六十日均线 中期均线主要是要观察每一个币 在中期运行趋势过程当中 也就是未来三个月到六个月这个期间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一般的中期趋势均线 如果出现了多排列的话 那说明它的中期趋势是下草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看多 而且做多 那么如果是三十日均线和六十日均线 形成死查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空了 要看空 所以呢海格打开我们的石盘 我们对我们的盘面呢 做一个调整 对指标做一个调整 调整以后呢 大家来看一下 六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 在中期趋势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把五日均线 归零 把五日均线归零 把十日均线也归零 我们把五日均线 我们把五日均线也归零 我们把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归零以后呢 我们在我们图板上标注出六十日均线的标注出六十日均线 好 我们把六十日均线把它标出来 那么这样标注出来以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盘面当中呢出现了两根均线 这两根均线是哪两根呢 一个是六十 一个是三十 一个是六十 一个是三十 那这两根均线在盘面当中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叉和死叉 很重要的金叉和死叉 稍等一下 这个电脑慢啊 我们的录像软件一旦打开的话 它就会电脑形成一个 这个速度就会减慢 那么我们把这两根均线设置出来以后啊 大家就会发现啊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两根均线 它一旦出现了金叉 或者是一旦形成死叉的时候呢 它就会形成了一个盘面 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来各位来看啊 这是三十均线和六十均线 在盘面当中所表现出来 它就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均线的组合战法 大家注意看 我们打开比特币前期的走势 比特币也曾经走过熊市 对吧 我们来注意看 你发现在中期走势过程中 三十日均线如果回踩六十日均线 或者是三十日均线上穿六十日均线 大家来注意 三十日均线向上 于是均线形成金叉 它是不是就带来过上涨啊 那么它出现了回踩六十日均线 上涨再次回踩六十日均线 再上涨 它是不是就会形成了围绕六十日均线的一个中期的战法 所以呢各位这是我们在关注中期均线组合战法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十均线和六十均线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它对我们未来中期趋势的扭转和改变 会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作用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一下现在啊 看一下现在比特币走势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通过目前比特币的走势 我就能感受到 来海哥盘面打开 我们把盘面打开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目前的比特币的走势 大家注意看 比特币通过这样三十日均线下穿六十日均线 下穿六十日均线以后 意味着比特币中期将会出现一波下跌 我用黄颜色代表了六十日均线 用红色代表了三十日均线 看到了吗 形死差 形成一个死差 那么这样的话 六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形成了空头排列 那么在形成这样的死差以后下跌 每一次反弹到六十日均线的时候 各位发现了吗 六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就成为了反弹过程当中的主力线 那么未来行情中期怎么会出现一个反转 如何发现它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一个趋势的变化 很多朋友问我 还有比特币会不会暴涨 各位我们从线角度上来讲 那么它如果要反弹或者是反转的话 那必须是要三十日均线从下降到走平到抬头 而六十日均线同样由下降到走平 三十日均线如果主动和六十日均线形成这样的惊差以后 形成这样的惊差以后 才预示着我们整体的盘面 才会出现一波波拉壮阔的一个伤害 我们从线线都来判断 无论是比币还是你手里所拿的任何一个币 你一定要去从中期均线角度上 对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判 才有助于你进一步的明确 它未来在中期三到六个月以后 它会不会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反转 好的 之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把短期均线和中期均线的组合战场 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的喜马拉雅的音频的广播 是我们毕学堂视频直播课程 在喜马拉雅的音频首发平台 如果大家需要去观看更多的毕学堂的视频课程的话 可以来添加我们毕学堂的官方微信 13560210229 13560210229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